字幕提供 他的名字叫做蔡子清 然後大部分人都叫我Daniel 有些人就叫我丹牛 有時候我去亞洲的時候 他們都叫我牛老師 隨便怎麼教都沒有關係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海外校園的同工 我在海外校園已經11年了 那我現在負責的是 怎麼跳到這一眼來了 我現在在海外校園擔任網路教學部的部長 那現在覺得自己有點膽戰心驚 因為我來神學院要分享這個題目 關係為王 新媒體與門徒訓練 因為我自己負責的網路教學部 其實我們所做的就是 拿了一些神學院的課程 然後在網路開小型的神學院 來這裡搶地盤 早上我來的時候 還把我們的博修擺在那邊 其實我們是在做代工 我們幫西方的神學院 像CIU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還有那個Golden Conway 那個 哥頓神學院 我們在幫他做這個 所謂的網路的課程 那 安平牧師邀請我的時候 他跟我確定我可不可以講這個題目 跟我聊了很久 結果那天電話我也不知道講了多久 但是我今天在準備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很好玩的圖片 因為你常常在新媒體時代 你就看到那個Follow Us 在那個電視廣告底下 Follow Us on Facebook 那我就把它加了那個Jesus Follow Jesus 那我們在思考這個新媒體時代 到底怎麼這個門徒訓練的時候 其實大家問一個問題 網路怎麼影響生命 網路怎麼可能影響生命 網路後面那個 人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吃過那個 traffic ticket 有人點頭 我做一個不好的見證 我老婆吃了ticket 但是那個網路上課 他實在搞不懂怎麼弄 所以呢 我就 他就在旁邊看這樣子 所以你在做這個網路的課程的時候 你就是要想說 後面的人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 大家就會問這個問題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今天你要上網 你今天要上網 你首先要台電腦或手機 你要一個平板 然後呢 你就要申請帳號嘛 對不對 你申請一大堆帳號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幾個帳號 我帳號一大堆 而且密碼有好幾組 沒有一個記得很清楚的 但是 你開始就要申請一個帳號 那你申請帳號以後 你就開始有Email 你開始有Facebook 你開始有微信 你開始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媒體 那 我發現網路上 很多人 有兩三個帳號 我不知道有沒有兩三個帳號 Facebook上面可能一個帳號 兩個帳號 三個帳號 因為 有時候 我不希望我上班的同事 看到我的生活 那有時候 你跟人家吵架 你特別註冊一個帳號 去看他吵架 所以網路上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那你 你其實 這個 網路我們在討論這個實名或真名 尤其我們在做網路施工的 有時候你的受眾從那個大海裡面 這個 茫茫人群當中 然後他跟你講說 啊我 我今天什麼 在旅遊的時候皮包掉了 你可不可以寄一點錢給我 然後 帳號都來了 可能是非洲打過來的 對 那個 所以你在那邊想 一直想是真的還假的 那我們知道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網路 很多都是實名字的 要登記 電話 登記 手機號 那美國這邊是沒有 但是這個真名跟實名這次 你就會覺得蠻好玩的 你其實發現那邊的實名 你會發現很多人的實名是 別人的實名 可是你發現你在Facebook上 看到很多的帳號 你會漸漸在他的這些 動態牆上面 你會看到那些 他的生活 他的分享點點滴滴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後面真的有一個人在後面 不是一個這個假的 所以你會看 你會有這樣子的一個struggle 那 可是我剛剛提到說 有些人 會有不同的帳號 我想 我們應該大家都有這樣的體會 你在網路上 你有很多帳號 有的是Shopping用的 有的是跟朋友聊天用的 有些是各種各樣的 但是 這麼多的帳號 我不知道 像我剛才提到說 有人特別開了一個帳號 去跟別人吵架用 那這個帳號 到底你想這些帳號 是你呢 還是你的分身 是你的身份 還是你的分身 我覺得這個是 沒點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 因為 你在思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會常常遇到 比如說你在網路上 你在Facebook上 你會遇到基督教 哇 突然有一個神學問題 就跟你大吵一架 可是你會想說 這個人平常是溫文儒雅的 怎麼會在網路上這麼兇 可是那個帳號明明就是他 可是我在這個時候 就是沒有看過他 那個另外那一面 所以我用了這個 蝦子摸象這個圖 看得懂嗎 蝦子摸象 這個很難翻譯英文吧 這個蝦子摸象 你摸到的到底是 你摸到 摸到的到底是 像的哪一個部分 其實都是像 可是你的確是看到不同的部分 那 我剛剛提到一個 這個真我跟假我的一個問題 我常常 我常常在分享這個問題 這個實在是很殘忍的事情 像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 我所用的時間是 大家這個 釣魚率最高的時間 然後就會想睡覺 那我如果沒有講一些好笑的事情 我想你可能手機就開始刷了 這樣 然後就到處去雲遊 那等一下 結束以後大家看到我 也不好意思跟我說 你剛剛講的實在是很無聊 那看到我就跟我說 你剛剛講的不錯 你給我這個 反正大家都對我蠻好的 因為 有恩典 大家都是基督徒 那在教會裡面常常這樣 你在教會裡面 教會裡面其實 我們基督徒的這個團體生活 大部分 教會星期五晚上聚會 禮拜天見個面 那樣子 很多基督徒 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 少部分 我要強調少部分 不是大部分 就扮演那個 角色扮演的這個工作 我記得我以前在那個 教會的停車場 我不要講哪個教會 你不要去查我以前去什麼教會 我去某個教會的停車場 就看到這個 欸 弟兄姊妹 不是一對夫妻 就在車子裡面吵架 可能沿路都在吵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吵 欸 突然門一開 丁聖靈的工作就來了 怎麼 就笑臉贏人 我也不懂 這個實在是很神奇的事情 但是 那個是真的他還是假的他 在教會裡面 星期天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個弟兄姊妹 和海可親 那但是 這個去年的時候有那個 很有名的那個 有一個社心網站 然後很多人的那個 那個 ID都洩漏出來 很多 裡面還有很多很著名的牧師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欸 這個平平在台上這個 講這個 解經 然後講這些 人意道德很好的 欸 奇怪怎麼 他會有那個 那個 那個網站我幫你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過 我有忘記 我也不知道說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 你會面對一個真我假我的問題 那我有時候問問基督徒說 欸 你 你禮拜五晚上去教會 好好的查經 祷告 然後 禮拜天去聽講道 你的基督徒到底是做partime 和foodime 他就想想 嗯 我禮拜五 跟禮拜天 就做基督徒 其他時間我就幹我自己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的基督徒的人到底是全職還半職 那其實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今天我剛剛問的這個是真我假我 還有一個分身分分身的問題 那 我遇到很多的 嗯 不知道傳統的牧者 他們很強調一對一的門徒訓練 欸 我也很贊成 一對一的門徒訓練 那可是 其實問到一個問題就是 嗯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接觸的問題 我常常在 我常常在 欸 洛杉磯我住在海邊 有時候去海邊散步的時候 就看到對夫妻很恩愛 手牽著手這樣子 在夕陽底下 慢慢的走 這很像窮妖裡面的畫面 但是呢 欸 奇怪這個老公就突然拿出一隻手機來 然後再做他 準備要接電話或者是回Email 你想想看 那個兩個人的手 的確是手拉著手 可是那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那一瞬間 已經 已經 已經這個 原本很親密的畫面 就已經完全的破碎了 那我 我們在 我在談這個所謂有效的接觸 過去 耶穌就訓練了十二個門徒 十二個門徒 每天生活在一起 天天生活在一起 天天生活在一起 那我剛剛提到的一個 在現在的教會 現在忙碌的社會當中 我們實在是很 不容易能夠跟 弟兄姐妹天天生活在一起 但是呢 很感謝祖父有了新媒體 其實我們很有機會跟 天天跟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 那現在的門徒訓練 其實 我發現很多教會 其實越做越辛苦 那大家拼命的做 那做了果效怎麼樣 其實大家 都有 有的有好有的不好 但大部分都不是很好 那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在這個 有效接觸的時間 天天生活 quality time 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時間 是不是足夠 所以 我們在這個新時代 這個BC跟AC 什麼意思 我 我們這個 我是出生在 電腦發明之前的 叫BC Before Computer 現在很多AC的人 這個思維邏輯是完全不一樣 剛剛那個Jerry放了很多圖片 很多那個video 看那個小孩子 會講 怎麼這個樣子 可是 很實際的 你會遇到很多的 這個 BC跟AC 所有思維 完全不一樣 我們 我們在做這個 善用新媒體 在做事工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還是用這些 老的方式在 在思維在做這些事 尤其 我現在 我一開始 我在做這個網路神學教育 哇 這個 大家看我開始打量 我到底幾歲 我在幹嘛 這個傢伙可以做網路神學教育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還是用 用老的方法 在這個新媒體時代在運作 那 早上 安平牧師提了一個叫做 智慧教會 他很誠實說 我還不知道 其實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那 上次我有一個通過很好玩 他說 你看 我拿了iPhone以後 你有沒有覺得我 smart一點 哈哈 我們常常有些人 這個拿了 拿一個iPad 拿一個iPhone 或拿一個這些 他拿起來還是 打電話 哈哈 他其實都沒有善用這些裡面很好的功能 你沒有辦法去 去 我覺得很難想像 有的人他居然拿那個iPad來當切菜板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你要能夠善用這些工具 你並不是你拿這個VR的 下一堂是VR 你不是有App 或者是 你不是有這個iPhone 或Android 你就變得比較聰明 或者是教會開始用這些 這是好的一步 我要鼓勵大家 你要 一定要去嘗試 你不嘗試永遠 不會進入那個領域 但是呢 你進入那個領域以後 你要進步 你不能用舊有的思維 你要脫去那個舊有的思維 所以這個網路上這個照片很有意思 如果耶穌現在復活是什麼樣子 直播啊 直播啊 拍啊 分享啊 你看後面那個瑪莉亞已經在分享了 前面那個還 所以 這個古老的經節生命記這一段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你們要殷勤的再數你們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就要洗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要吸在手上為記號 帶在你盒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門幕的門框上 併在你的神像上 你去以色列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大堆這個經文盒在門口 可是你看你這張圖的時候 你看看 釣魚的時候有iPad 推娃娃車的時候有iPad 這張圖太小了 你會看到 基本上這句話 這個這個 就是 這個 你要把所有的這個 有機會 這個 使用新媒體的時間 他是把它列出來了 那這句話 對我們意義就是說 你能夠把 神的話語 能夠 遍佈在他的生活中 做一些有效的接觸的話 其實你會成功的 那 過去這個使徒保德 做的這個事情 他過去是書信 然後加上實地去派訪教會 這樣的模式結了 他能去的就去 他能去的就去嘛 那有的事先寫信 有的事後寫信 那我現在做這個所謂 這個網路的神學教育的時候 我們也是結合這個 線上與線下的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那 我們過去在做這個 網路神學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神學院找我們的時候 說我們可不可以把 我們的課程上網 課程上網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魅力 因為你覺得全世界就可以看到了 那小弟我當年 在2003年的時候 幹過這件事情 我們把那個課程上網了 結果課程上網以後 弄了三年吧 一個撲滾 這個當初跟那個 蘇文峰牧師 跟王永信牧師 大使們一起合作一個 叫中國學院培訓材料 我們在網上擺了兩年三年吧 結果最後只有一個學生念完這樣子 一個學生念完 那這個學生的確現在是我們一個 核心的很重要的同工 但是呢 我們發現就是說在網路上 你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有效的 有效率的幫助學生的話 其實你會做得很快 那 我們 我自己很有幸的 我們有 我們自己網路神學課 有 要付錢的 還要付錢的 不付錢 就是有點像現在那個 大學的那個MOOC MOOC MOOC 據說那個學生的那個 完成率 百分之七 紀錄圖好一點 百分之十 你們都不驚喜 我們發現網路上一大堆免費的東西 免費的資源 這個 學成率真的很差 可是我們那個付費的課程 付費的課程 是 我們後面有找那個輔導 網路導師 然後分班 分班 然後 那個班主任就是逼迫學生 去祷告 跟他陪著他一起祷告提醒他 像我們有的班主任就不知道 很負責任 比如說七點半開始要討論了 七點二十五分打電話去大家 誒 你可不可以來 等一下你會不會參加 我說我現在在路上 路上正好有手機可以用啊 手機用那個QQ的那個就可以進來了 他是緊迫第一人 所以我們後來有這個加Mentor的 Guided的課程 學成率從六十幾到九十幾 去年還會成到一百百分之百 學生都是PASS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 我講到這裡 我們有一個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網路神學上 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是也是我們的精華啦 誒誒跳到這裡來 也是我們 所謂我網路教學部 侍奉的一個核心 因為耶穌對他說你 這個律法師來挑戰耶穌的時候 耶穌問他說 律法上寫的是什麼 你念的是怎麼樣 那二十幾節他說 他回答說 你要盡心盡念愛主 你的神 要愛同你的臉色 這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部分 很有意思的 律法師來挑戰耶穌的時候 他問他 律法上寫的是什麼 你念的是怎麼樣 那句英文 後面那句比較清楚 How do you read it 這個部分 我們在網路教學部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座的各位 能夠坐在這裡 可能是 考場的好手 過去考試到現在 都考一百分 沒有一百分 也九十九 就一直在 學習 讀書 學習考試 在學習考試 一個生活的循環當中 那我記得我在 勉勵我們畢業生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段經文 在勉勵他們 因為這段經文 後面跟著是一段 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 跑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那耶穌 律法師來問耶穌的時候 律法師回答了一個標準答案 在生命境裡面 一個一百分可以 得到一個答案 你要盡心盡力愛主 你的神 你要愛你的臉色 因為他問他說 他可以回答這個標準答案 但是他 耶穌在乎的是 你自己讀進去多少 How do you read it? 你自己對這段話的體會是什麼 他回答一個一百分的答案 耶穌可以讓他去了 就說 你回答得很棒 就安心的去了 沒有 後來就跟他講一個 這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我們常常 我們常常這個 看到這個 網路上 尤其 國內來的弟兄姊妹 他們 對於成績 非常非常的在意 非得要考到滿分為止 那 其實滿分也好 因為 我們基督徒 很重要的就是 你聖經 透過聖經對神的了解 你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知識 這個是很危險的事情 你佛教徒也在講愛 伊斯蘭教徒也在講愛 但是聖經裡面講的愛 你自己都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再來 你有一個光有知識 再來怎麼辦呢 讓我分享一下我們海外校園的一個核心價值 叫做以基督為中心的世界觀 跟隨基督以 跟隨耶穌以基督為中心的世界觀 價值觀跟生活方式 你的世界觀怎麼來的 你世界觀當然是透過 學習神的話語 讀聖經 能夠改變 你當你世界觀能夠改變了以後 你才有可能 價值觀跟著改變 價值觀改變靠著聖靈 你才有可能活出 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那這是我們 每個教會都有大使命 大使命這個大家有個背 你們去使萬民做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跟施洗 做門徒這件事情 我感謝主合 因為這個機構 董事會當初就頂出 我們對做門徒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跟隨 跟隨耶穌以基督為中心的世界觀 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具體的出來 我們在做網路神學的時候 我們怎麼幫助我們的弟兄姐妹 像我們 中中有的網路導師 他 這個有效的接觸 他怎麼有效的接觸 學生寫作業 就教了嘛 那現在很厲害 現在學生寫作業 百度啊 Google啊 到處抄 東抄西抄 我們老師更厲害 都知道他從哪裡抄的 然後他就退回去 告訴他說 你可不可以用你自己的話寫 耶穌問他說 How do you read it? 你讀的是什麼? 就這個學生 就不甘心嘛 那就努力的寫嘛 自己 就用自己的話寫 就交上來了 自己的話寫以後 他沒有 要想到老師還不滿意 說你的聖經根據在哪裡 學生傻眼了 那 他當然回去摸摸鼻子去找 聖經的根據啊 當然啊 基督徒這個 講這個 講這些內容 當然要有聖經根據嘛 所以他回去 把這些聖經根據都找齊了以後 再交上來的時候 他其實這經過過程 那一個一個很受逼迫的一個過程 但是他能夠把那個神的話 真的讀到他的生命裡面去 所以我們在網路教學部裡面 雖然我們的學生很多 我們還沒有見過面 但是我們的確經歷到很多 因著自己深入神的話語 而生命改變的例子 我們講起來我覺得這是很 很蒙福的事情 而且是我做得很 very excited to see what God doing 看神在做什麼 那這是我在網路神學教育 那既然現在大家都有微信 有一次我在分享完以後 有一個牧者回去就是開微信群 然後他也在微信裡面有一些服飾 我覺得真的是那次我去分享 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他真的做得蠻好的 那我們海外校園為了要這個 建造門徒 我們強調做小組 做小組這是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一個很實際的就是他一個分享 就是說透過微信透過網路小組 他怎麼有效的能夠幫助弟兄姊妹 其中一個蠻重要的就是 網路上的保溫 一個保溫的動作 什麼叫保溫 禮拜五禮拜天來教會 大家有見面 那剩下禮拜一到禮拜五 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很重要 你透過這些你可以知道弟兄 你可以跟他們繼續保持聯繫 那保溫可以做很多事 像星期一你就可以討論一下這個 前一天牧者的信息 然後星期二聊點生活的事 星期三就把禱告事項整理整理大家去禱告 星期四你可以發一點比較硬的東西 星期五 星期四發一點硬的東西順便發一點那個 福音的材料讓他們可以去邀朋友 各種各樣的這樣子一個節奏 你如果一個微信群裡面有一點 你有創造出一個節奏 這是挺好的 還有面具跟網具 不是戴著面具 是臉 面對面的一個相距 就是在線下的一個相距 跟你網路上的相距 網路你可以 我們其實很多虛擬的小組合 你在網路上你可以透過視頻 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分享 但是呢 你面具跟網具的時候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 像有時候 你當場去看他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網路可以做各種各樣的關懷 但是呢 你在他面前的時候你可以擁抱他 你可以放在他身上禱告 這網路做不到的 但是你在網路上也有一些私密性 因為有些人就是 有些事情不想讓你知道 他網路上他也不知道能夠敞開心來跟你聊事情 這也是一個蠻有意思的事情 像有時候 你去觀察人家的動態牆的時候 摸摸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這個弟兄姊妹 或許他 他那天跟他講風想一句話 在罵他老闆 你打電話去 或許他那天真的被刮了 被老闆刮了 你就可以陪著他禱告 有時候以前我常常打電話做小組長的時候 打電話去這個弟兄姊妹家說 你可不可以 你有什麼要帶倒的啊 我都很好沒事 我都很好沒事 常常是有得到這樣的結果 除非你已經得到他的 那個得到他的信任 但是你在 在網路上 在這個新媒體當中 你其實我剛剛提到這個 真真假假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弟兄姊妹很真實的一面 尤其在他的動態牆上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 所謂的精品林糧 以前我們 海外校園的文章都非常的長 到現在 我現在這個 普世家園現在就做得很好 做了很多 很短很小的東西 可以讓 弟兄姊妹在這個周間 可以分享 尤其 我們這個 這個叫大米的一個弟兄 他是 是學院畢業的 他分享一道就是大道理 結果他在 微信群裡面 不敵他們 群裡面的小姐妹 所以他後來就決定要把 做精品給弟兄姊妹去 去分享 那牧羊性型模塊的話 模塊的話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 我們這個感染社區裡面 有一個 海外校有一個感染社區裡面 有一個很 很好的 就是 能夠幫助你每個 每個星期有節奏性的來 來發東西給弟兄姊妹的一個 一個公共號 那我等一下會發到這個 我們這個群裡面 然後 這是一整篇的文章 如果你要的話你就回 你們有聽過邏輯思維嗎 邏輯思維就是說 你如果喜歡今天的文章 請回 小組 小組兩個字 就送你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就這篇文章 我講起來好像不太 不太吸引人 沒關係 所以 你在小組裡面做的 第一件事情要連結 你要跟他對話 參與 參與不是 只是你的參與 而是 我們彼此之間 弟兄姊妹一起來參與 尤其你在 群裡面 你會發現很多很多潛水的人 尤其是木道友 他都在那邊潛水 他看這個基督徒 平革還不錯 其實很多這樣子的人 潛水的比這個 會講話很重要 所以 你要去 很多人點頭 所以你要去想這些事情 那 真正一個 弟兄姊妹一個 真正的一個 能夠 一個生命 是經過 長時間一個塑造 所以 我今天的分享 就大概到這 因為冯草已經站在這裡 可是我沒有時間了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可以 在底下 互相交流一下 好 我會把那個 橄欖社區的微信號 發到 大會的群裡面 大會的群裡面 這很重要 我這 跟你產生的關係以後 我可以去塞東西給你 這樣 哈哈 謝謝 他